近期传出美国有毁灭台湾计划 曾散布摧毁台积电言论的美前官员 窜台期间又怂恿台湾全民使用AK-47步枪 岛内以美论声量到达近年的新高 有民调显示 85%的台湾网民认为 美国有毁台计划 且早已经在执行 而民进党当局称 这是有心人士刻意放大以美论反美论 配合大陆开展认知战 破坏台湾与美国的关系 想请问台办方面对自己有何评论 谢谢 我想你刚刚提到的民调 是反映了广大台湾同胞 对美国打台湾牌的普遍的质疑 和对自身前途命运的担忧 长期以来 美国反华势力出于自身的利益 纵容支持台独势力冒险挑衅 升高台海紧张局势 目的是借台湾问题 遏制中国的发展进步 损害中华民族利益 阻挠中华民族复兴 为此不惜毁灭台湾 那美国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 在世界各地搅局 制造分裂冲突 滥用武力的事实 是世人皆知的 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国采取军事行动 造成无数的人道主义悲剧 严重地破坏了国际和地区的和平稳定 而美国最后总是一彻了之 把烂摊子甩给别人 自己就成了作收余力的最大的赢家 这就是所谓的美国优先 事实充分证明 美国在哪里拱火 哪里的人民就会遭殃 那么对于岛内民众的疑问和担忧 民进党当局越是狡辩打压 就越是暴露出其心虚胆寒 暴露出其为了谋求政治私利 出卖台湾民众利益福祉的真实面目 真正爱台湾 就不会给鼓吹毁台论调的美国人受勋 就不会拱手让出台湾的优势产业 就不会大肆地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 去高价地购买美国武器来为谋独壮胆 就不会为贴靠美方甘愿把台湾打造成火药桶 更不会把台湾同胞绑上台独的战车 裹挟台湾的青年人成炮灰 而这些不正是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吗 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 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台独是绝路 外人靠不住 台湾对美国而言 纯粹只是遏制中国发展的棋子 一味的依美只会加速害台 把台湾同胞推向灾难的深渊 我们希望台湾社会各界和广道的台湾同胞 同我们一道共同推动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建设两岸同胞安宁生活的和平家园 这样才能给两岸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必义福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